歡迎收看十全十美廚房好咩 今天真的是太開心了 為什麼開心呢 因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道料理 是我們節目當中 有史以來預告最多次的一道 因為這道料理 它不僅是出國得金牌的料理 而且更適合您在過年的時候 是一道非常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吃的年菜 到底什麼料理讓我們這麼開心呢 我們先歡迎金龍賽 來 今天好賣相菜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四席百花魚球 所要準備的材料有 鱸魚肉400克 蝦仁200克 魚板50克 蛋皮一張 官豆仁20克 反豆腐一塊 香菇五朵 紅蘿蔔一塊 切好的蔥絲一汁 火腿雞湯600CC 太白粉兩大匙 醃料要準備雞蛋一粒 鹽一小匙 香油一大匙 白胡椒粉一小匙 還有太白粉一大匙 以上就是今天好梅上菜所準備的食材 等很久 真的嗎 千呼萬喚史出來 今天要來做四席百花魚球 就是您在十月份的時候 對 在大陸北京 世界盆人大賽 奪得金牌的料理 沒錯 不得了 今天我們等很久 之前我們一直預告一直預告 觀眾朋友都生計了 什麼時候要做 但是我們就是留到這個 年關將近的時候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這道料理 很適合這個年菜 來 這個要好好的每一個步驟 我們來跟觀眾朋友講解一下 所謂試洗的話 我們是用四種不同的食材 四種不同的食材 我今天是用這個蛋皮 還有魚板 紅蘿蔔跟香菇 那首先這個蛋皮我們要切絲 蛋皮切絲 對 我先把它捲一下 那切絲的話這樣子會比較好切 蛋皮絲 那蛋皮一般我們在家裡 要怎麼去製作 怎麼製作 製作的話很簡單 就是一顆蛋 然後我們用那個鍋子加熱 之後我們蛋要打勻 然後加一點的太白粉在裡面 加一點 你說在蛋汁裡面 加一點的太白粉 對 加一點的太白粉就好 然後你鍋子燒熱 抹一點薄薄的油就好了 然後下去就是蛋汁倒下去 用繞一圈 繞一圈就是蛋皮了 就是這樣子 一顆蛋就做一個 做一張 一顆蛋就這麼大一張 一顆蛋做一個這麼大 對 一顆蛋就夠了 一顆蛋就夠了 OK 好 切成細絲 試洗嘛 我們也有四種不同的材料 你也可以用五種就變五福 五福臨門 喔 所以多加一個食材 我們民生就可以做一個 對 又不一樣 對 更討喜的一個變化 對 你基本的話 你用三種的話也是可以 那你這道料理是 他們是 你說蛋大陸比賽 他們是指定食材 對 指定主食材 主食材 魚啊 雞啊 鴨啊 還是牛啊 豬啊 指定一種 那所以這道料理它是指定什麼 呃 是指定魚啊 我那時候是抽籤的 喔 抽籤抽到魚 對 一堆菜就讓你 一堆那個籤讓你去抽 我是抽到魚啊 那其他的 其他國家的這個大廚們 都特別抽到魚 有人抽到鴨 整隻鴨給你 對 鴨他們來做什麼 你還記得 鴨的話我 那種沒有得獎 都不會看 是是是是 我是注意有得獎的菜 那這道料理你以前有做過嗎 還是說你現場抽到這個煮食材是魚 然後再馬上去發想要做這個 其實它 一個煮食材 我們必須要去想很多啦 那我以前有做過一個類似的是 魚刺繡球丸 是用魚刺這樣做 我用魚刺去做的 對 但是因為那邊 食材沒那麼高檔的東西嘛 我就想說 我就乾脆 現有的東西趕快把它 組合一下 我等這道料理等很久 要好好來做 我們這個蛋皮切絲 魚板切絲 香菇也把它切絲 香菇我們直接燙過就好 泡水就可以了 泡水就可以了 紅蘿蔔切絲 香菇 魚板 蛋皮 還有紅蘿蔔我們把它切絲 對 這紅蘿蔔切絲的時候 你幫我準備一下那個鹽巴 鹽巴 對 這個紅蘿蔔我們要抓一點鹽 抓一點鹽巴 抓一點鹽 為什麼要抓一點鹽 因為它這樣才會軟化 你不用泡水 我們直接 不用不用不用 不行 泡水 撒一點鹽 對 撒一點鹽巴 再來再一點鹽巴 多一點鹽巴 好 先把這四種材料給它準備好 好 如果你泡水的話它會變硬 泡水的話會變硬 變硬的話會沾不上那個魚球 對 我們是抓鹽 那如果我們先把它煮過勒 不要煮啦 不要煮 對 煮了它整個都濕掉了 也是沾不上 那這個魚肉 蝦 以及豆腐跟蛋 我們要來怎麼煮料理 魚肉的話這個是鱸魚肉 我已經把那個皮跟刺都吸掉了 有實在不會變的嗎 沒有啦 這自己處理 都自己處理 這個要自己 這個皮你看都是自己處理就是這樣 那 那你抽到的它就是跟你講是鱸魚肉 還是說就是鱸魚肉 就整條整條的魚給我這樣子 整條魚給你 對啊 然後也沒有那個 也沒有殺 都沒有殺 整條活的魚這樣丟給我 那這 然後像我們一般可能會 直覺反應會跟它講說 請問一下有沒有那個刮鱗刀有沒有 刮魚鱗的 他說沒有 我們這裡都是用一把刀在殺的 哇 那怎麼辦 你就用一把刀來殺 對 一把刀啊 他們都沒有弄 對 我說哇他們功夫都那麼厲害 他都不用刮鱗刀 那有時候 他有遇到別的國家的 像有那個荷蘭的啦 荷蘭的他也是中餐的 那個代表 對就是華僑啦 在荷蘭的中餐廳做 那他們在做這個料理的話 他們就是 需要器具就很多 那一般他們在國外做那個 你做什麼東西都要有專門 有他的一個器具 所以他就搬了很多器具啊 所以你 不是啊 啊這樣子就是等 表示說你自己沒準備啊 蛤 蛤 不是不是沒準備啊 就是說 每個人的那個手勞不一樣 功夫 對對對 習慣不一樣 最厲害的就是一把刀就可以走這樣 一把刀 對 他們那裡就是這樣 一把刀就是 一把刀就是 還要鯊魚還要什麼 都用一把刀 對 有沒有那個刮鱗的啊 什麼都沒有 蛋鱗就做得到啦 然後剪刀也沒有 用手印進去把那個 抽出來 你可以自備不是嗎 可以啊 可以自備啊 為什麼不帶喔 對啊 為什麼不帶 因為我們器具都 太多了 就是想要證明 我很老耶 我得一把刀就可以行走 一家國家對不對 沒有啦 好啦 那我們這邊 蝦 我們這邊有搭配一點的一個 這個蝦肉 蝦 吃起來它口感會比較滑嫩 那我們如果 一般我們朋友在家裡 就是海魚太麻煩了 我們這個魚肉 可以用什麼樣的來代替 一般的 一般在家裡 我是建議說你 超市或是傳統市場 有賣什麼現成的魚 豬絞肉 豬絞肉 牛絞肉都不錯 對 嘎巴啦 你覺得魚肉麻煩的話 你就是用絞肉 那魚片也可以吧 現成的那種魚片 可以可以可以 你買現成的魚片 但鱸魚吃起來的 嫩 鱸魚的肉吃起來的 滑嫩 這個稍微把它拍一下 來 好 鱸魚跟我們的蝦仁 我們把它切成泥 來 那我們這裡用果汁機 這比例的話 我們要記得 蝦是1 然後這個魚肉要2 蝦是1 對 為什麼要加蝦進去 它增加它的口感 比較軟Q 對 才會有Q彈牙的那個口感 因為魚肉通常我們一料理 就會軟 軟掉 對 OK 你剛剛說如果我們加 豬絞肉或是牛絞肉都可以 對 瘦一點還是肥一點不要吃 可以就是 各半 各半都可以 2比1啦 肉2 然後肥的地方 這樣 好 我加個蛋 這個先讓你放到裡面去 好幸運 沒關係 太幸運 要來做金牌 金牌料理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比的時候 也沒有果汁機嘛 我們就直接 要怎麼用 這是用剁的 最傳統的 剁成泥 一把刀這樣剁 剁了十幾分鐘 因為這個要吃起來很綿密這樣子 那個評審會不會是覺得你真的 太 就是太用心了 然後 對 加一點的蛋下去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今天真的太用心了 加一點的太開心了 加一點蛋 對 調味 你先把它那個 來 再把它豆腐 豆腐這次要下去一起拌 一起下去就可以 冰了嗎 這是香油 香油 對 香油 潤滑一下 還潤滑一下 這蛋是分次加 要整顆加進去嗎 那個一顆蛋的料 一斤 這個比例加起來是一斤的餡料 再加一顆蛋 一斤的餡料加一顆蛋 對 一顆的全蛋 可以 一般我們在做這個零食的 一個響的餡料 調味料要怎麼抓你知道嗎 一開始我們做出這個味道 我們幾乎都是 直接打完之後用手去試它的鹹味 是 直接就吃了那個鹹度 是 把它那個味道抓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試它的鹹度 沒關係 這個困難的工作我來試就好 好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對對 那我們調味料是把它拌成泥之後 再來 再來給它 好 再來試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調它的味道 鹽巴 鹽巴 一小匙就好了 椒粉就是小匙 泰白粉 需要一點泰白粉 讓它比較好定型 對 待會兒我們在蒸的時候它才會定型 拌一拌就好 我們不用下去抓它 對 那我們現在待會兒要定型的時候 可能需要一點點油 在手上 對 抹一點油 我們稍微整 香油 香油或沙拉油都可以 香油是比較香 比較有那個香味 我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沒有這個老母雞的高湯 我是把我取下來的那個魚骨有沒有 全部去熬魚高湯 對… 那你這樣掉 麻煩麻煩 這一定要的 不然食材要懂的是要怎麼運用 大概我們就 一個丸子狀這樣給它起來 不要太大 大概這種大小就可以了 沒有 對… 那這個要幹嘛 這個的話 來我教你 我們是把它放上去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 稍微把它拌在一起 拌均勻沒關係 對 這蛋不用拌 這三個把它拌在一起 大概拌在一起之後 待會兒 就是我們把它放一坨在上面這樣 對 盡量是整個把它包起來 然後再放一點的蛋皮在上面 這個蛋不要拌在一起 因為蛋… 這個蛋皮就是要裝飾它而已 那你覺得哪裡顏色不夠 再給它… 再加一點 好 你來抓球 我來拌這個 好 困難的就交給你了 好… 然後這樣子 嗯… 好… 抓這個丸子 兩個分工合作 那你比賽做這道料理做多久 一個小時 花了多久時間 大概… 沒有一個半小時全部要做完 一個半小時全部要做完 對 那你剛剁這些 剁…剁成泥就剁很久了吧 對 所以很…時間很趕 好 待會兒這個要下去蒸 對… 你蒸多久 這個大概蒸… 大小顆大概十分鐘以內就可以了 十分鐘 在蒸的同時我們就來做它的 這個淋醬 因為淋醬的話是用那個老母雞的那個… 熬的上湯 你昨天自己熬的 對對對 就是把一隻的老母雞 跟大概三斤的那個… 淨花火腿 丟在那個蒸鍋裡面讓它去蒸 它蒸多久 我是用蒸的 蒸大概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八到十個小時 我們比較簡便的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比較簡便的方式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把… 去買那個濃縮的雞高湯 對 然後下去做 然後丟兩片多 也可以這樣下去 對 下去蒸這樣就好 就不用那麼擠了 那你可以聞一下這個味道 好香喔 就是因為它已經是… 雞的那個…原汁啊 而且那個雞油 感覺不會那麼的油膩的感覺 那油我撈起來 你油已經撈起來了 對對對 不然它其實上面有一層浮油 喔 可是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的淋醬是用什麼做的咧 呃…我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沒有這個老母雞的高湯嘛 我是把我取下來的那個魚骨有沒有 全部去熬魚 魚高湯 對對對 喔 那你這麼跳 老婆媽 這一定要的啊 不然食材要懂得是要怎麼運用 來 那我把這個高湯 稍微把它熬一些 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就是我們要做這個淋醬 最基本的條件 要有一個高湯 對 你看喔 這個遇到熱的有沒有 整個都化開了 是 所以這個味道很濃的 很濃郁 這個豆子給它放下去 因為我那時候在比賽的話 是用那個我們的 碗豆 甜豆有沒有 一根根剝取裡面的豆仁 那今天就是說在家 家庭主婦我們就是 直接用這個碗豆仁就好 比較方便 小一點 雞高湯 跟我們的豆仁 對 豌豆仁 對 下去煮 那我們可能需要一點的糖 糖 媽媽你幫我加一點這個水 太白粉水 夠個包錢 加一點的水 這大概是半碗的量就可以 半碗水的量 對 因為這個雞湯 我這個自己熬的 它那個味道稍微比較濃一點 嗯 比較高 其他的調味就不用加了 就是雞高湯 我們再加一點點糖就可以了 對 加一點糖 對 因為這個裡面有火腿的味道了 對 那因為這個顏色稍微有點淺喔 我是希望有一點的醬油來把它調整它的顏色 對 它擺盤也可以準備了 太乳性 還有機會能夠參與這個有沒有 參加這個金牌菜的料理 這樣把它調整它的顏色 不是啊 那這些食材是他 其他食材也是他準備給你的嗎 還是說 沒有 自己去採買 那多久時間給你採買 就是 早上大概四點多起來就要去買 他是前一天抽到的 前一天抽題目 對 然後另外隔天做這樣 對 那晚上就讓你去開那個菜單這樣子 大家可以討論 OK 沒問題 當然一定要討論一下 那所以 我們其他的大師有沒有給你什麼建議 啊 其實到時候 我那個洛斯兄有給我很大的建議這樣 真的嗎 有有啊 但是給我建議我才會得到金牌 他 你得幾面 一個點心拿到一個特金 你還得點心喔 對 點心特金 對 特金是比金牌更優秀 就是滿分啦 沒有被扣到分數 好啦 可以了 一分鐘到了 來 把它拿出來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挑到上面 你直接用筷子夾嗎 對 會不會 準備一個那個 不會不會 拿一個湯匙給我 來 因為它這裡面有加那個蝦 蝦薑在裡面 所以你吃起來 很Q很彈性 很Q喔 那這個蔥是稍微就是 待會兒 讓你擺設一下 大概我們就這樣一點的這樣 好一點一點擺上去這樣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 那增加它配色的感覺 對 有沒有 每一個都擺稍微一點點 所以要先擺再淋 對 你先擺起來再 我再把它淋下去 你在蔥絲裡面有一點辣椒絲 對 我有加一點辣椒絲在裡面 擺得這樣子剛剛好 不多也不少 就讓它的那個整個配色 嗯 這個學起來 這道料理學起來做的就是 一個成就感 哦 人家中間牌的料理我也會怎麼做 對啊 你一定做得更好 好 完成 馬上來試試我們這個 世襲百花魚球的滋味 來 看看 炭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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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點 這個很彈 炭熟 炭熟 雖然我們的食材簡單 但是這個口味吃起來 不是一般料理的味道 特別吧 對不對 你已經無法講出來那種感覺了吧 這口感非常好 再來 這很香啊 而且那個 裡面加了什麼調味 一點的鹽跟胡椒 就這樣子而已 一點的香油 我覺得豆腐在裡面 它的作用 出來了吧 它除了說 那個蝦仁去幫你 這個整個魚球去 有彈性之外 豆腐就更加一點香氣 對 然後它補它的水分 吃起來才不會 像整個肉會乾乾的 而且我們 弄一點水分 胡椒粉在裡面 有畫龍點睛的功效 有一個提香有沒有 口感的層次就很豐富 這個我想吃起來簡單 然後這個做法 相信大家這個 剛剛看一定都了解 正音是用蒸而已 然後煮個淋醬 淋汁淋下去就好 這樣就是一道金牌料理 而且學習到這一道菜 過年 我們擺上桌 氣派不管自己吃宴客 都覺得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喜氣 非常好對不對 所以呢 在節目當中呢 待會兒我們就來告訴 各位觀眾朋友 要為各位觀眾朋友 在節目當中帶來一道 正宗的開運年菜 你不要轉台 拭目以待 好不好 我們再繼續來試吃 好 來 自喜百花魚球 做法是 鮮薑蛋皮切絲 魚板切細絲 泡水的香菇切細絲 紅蘿蔔切細絲 備用 鱸魚肉切碎 蝦仁用刀背拍成蝦泥 與鱸魚肉混在一起 放入蛋 豆腐 一起移入果汁機中 加入香油後打成泥 集成了餡料 然後取出餡料 加入鹽巴 胡椒粉 太白粉 香油或者是沙拉油 攪拌均勻 手上沾點油 將餡料在手中掐成丸狀 放在抹上香油的盤子裡 丸子上擺放切好的各種切絲料 然後入蒸鍋 大火蒸10分鐘後取出擺盤 放上蔥絲 雞高湯煮滾 加入豌豆仁 入鹽調味 接著加入醬油調色 開白粉水裡調入糖 勾芡 淋上蒸好的百花魚球 就完成了 為什麼大家都過年的時候去點燈 因為那就是神秘的月 就是點燈的那個功德 也是意願費的放大 在過年的這個時候 但是如果做壞事 也是會放大 也是意願費的放大 所以我們才說 初一到十五不能打小孩 罵小孩 甚至東西碎了都要說 碎碎平安 剛剛呢我們學到了這個金龍齋 用他的實力贏得金牌的料理 相信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都感覺非常的榮幸啊 感恩啊謝謝金龍齋 為我們帶來這個非常傑出的一個作品 那麼呢其實呢我們不管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當然需要有實力 其實運氣還是要有一點點啊 新的一年即將來了 要怎麼樣讓你能夠痞吉泰來 逢凶化吉呢 而且呢我們藉由飲食上面呢 我們就可以讓自己得到一點好運 從今天開始我們要推出這一系列的 開運年菜 這個我們這個節目非常特別 不只有這個專業的 呃老師來教大家做菜 而且呢我們從今天從節目開始呢 也要邀請最專業的命理老師 來教大家明年度如何開運 我們先歡迎洛師傅宇洋老師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開運年菜有 紫桂蓮生柴甜湯 材料有香蓮300克 黑糯米300克 白糯米150克 新奶油150克 還有糖600克 五露財神素拼盤的材料有 素叉燒200克 素薰鵝200克 素鮑魚200克 素魚卵200克 黃地菜150克 辣椒一汁 薑兩片 香菜適量 生菜適量 糖二分之一茶匙 鹽二分之一茶匙 還有香油一大匙 以上就是今天開運年菜所準備的食材 李仁我特別帶了我的新書 謝謝 讓你2009年開運一整年 這個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裡面有三張春蓮 春蓮 春蓮很容易被A走 就是過年的時候在家裡面 你的財庫的位子 還有呢 讓你的事業能夠大發力士 招財的 還有呢 補財庫的 最重要的就是大發力士 你講到財庫 這個大家 觀眾朋友都非常的想知道 什麼叫做財庫 財庫在哪裡 我們待會兒邊做的時候 我們邊來聊 等一下就來跟大家分享 若是否要來為我們介紹 兩道開運年菜 對 我做一個養生的那個年菜 所要做的一個素菜 一個甜湯 一個素菜 過年我們是大魚大肉吃素菜的好嗎 其實 對 就是大魚大肉 然後你要開運一下嘛 然後老師 我們剛剛有跟老師稍微 就是之前有跟老師研究過 那對 做一些年菜 畢竟也是都大溫大素 那其實喔 要做大素不簡單 那要怎麼樣去做 今天我們就交給大家 其實我們過年當然是大魚大肉 辛苦了一年犒賞自己 但是呢 吃太多油膩也不太好 我們偶爾一天來吃個素菜 而且能夠讓自己開運 觀眾朋友學起來 好不好 老師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他做料理的時候 你站過來一點 真的 會噴到是不是 對 我怕你會有一點點點 對… 我們站過來這邊 來 我們一天請若先生幫我們 其實我們先下第一道菜 就是做甜湯 那甜湯呢 我們加了蓮子跟紅糯米 跟一般的糯米 下去做熬一個熬湯 那我們做它的底湯 就好像類似田舟的樣子 那在今年的意思 我們希望把這樣子把它帶起來 老師 讓給你吃素好嗎 我們過年不是就是要犒賞自己 然後希望明年能夠更豐收 所以我們要來一個比較豐富的料理 較豐盛 一般來講我們傳統習俗就較豐盛 那但是大家可能不曉得 在其實過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開運改運最好的時機 過年的時候 從大年初一到十五 這十五天 在障傳佛教叫做神變月 神變月 神明的神 變化的變 就是神變月 那為什麼這個叫神變月 就是說 你在這十五天裡面 做任何一件功德 都會億萬倍倍放大 在這個月裡面 對 比方說 初一到十五 你一直讚美你的小朋友 一直讚美你太太 你太太一定很心生歡喜 可是平常你讚美她 她也歡喜 可是在這個中間的那個歡喜 是億萬倍放大 效果會更大 效果更大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 大年初一到十五之間 如果說 如果大家很忙 或者不方便 至少可以吃一天的樹 或者吃一餐的樹 或者吃一道素菜都有功德 這就好像你過年的時候 我們去祈福全家平安 會到廟裡去拜拜 去點燈 為什麼大家都過年的時候去點燈 因為那就是神變月 就是點燈的那個功德 也是億萬倍的放大 在過年的這個時候 但是如果做壞事 也是會放大 也是億萬倍的放大 OK 這個我們要小心 所以我們才說 初一到十五 不能什麼打小孩 罵小孩 甚至東西 碎了都要說碎碎平安 所有的一切都要用好的力量 去成就它 如果有一些好的讚美 去給別人 讓別人開心 那也是一個功德 也是一個功德 也是一個福報 OK 來 陸師傅 我們現在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甜湯先把糯米 白糯米跟紅糯米 一起下去煮 就是好像類似煮甜粥這樣子 然後先下鍋下去煮 糯米 要不要先泡過水 要 要先泡過水 先泡過隔夜的水 先把它泡水 這個就是紫米 對 紫米 那兩道 紫米叫做長生米 所以過年呢 大家都會吃什麼長年菜啊 要吃長生米 而且因為紫米 有紅韻當頭的意思 吃起來紅紅 有個吉利 今天又加上的 蓮子 一起下去燉 燉給它整個不掉 整個有蓮子的口味 對 蓮子在中藥是開心意皮 對 開心嘛 先開心再開運 再開運 開心的人運氣一定很好 那我們在熬這個甜湯的時候 我們先來做一個 就是老實講的 開運的第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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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做一個素菜 素菜就是整個都是素的 我們這道菜 我們這道料理的名字就是 五路財神拼盤 聽起來就很想吃啊 因為我跟 駱師傅在討論的時候 我發現駱師傅 其實很深暗五行的道理 對 真的喔 本身它有研究喔 又跟老師稍微談一下 其實五行這個道理 最早它不是命理也不是宗教 它是從 有一本書叫國語 有一本書就叫國語 國語紀念 不是 就是古書 就是國語 那這本國語上面呢 就寫五行者 金木水火土也 就是在講說 過去古人呢 因為知識還是有限的 把很多的物質呢 都分成五類 那所以說說你 比如說你八字缺什麼的人 就要去吸收什麼樣的氣 比如說 比如說八字熟土的人 就要去補水的氣嘛 那我們現在有時候 你不知道你的八字是什麼嘛 那可能你也不知道嘛 那怎麼辦呢 我們吃五行的東西 全部都補到了 喔 讓一次補夠 你就不用擔心 你需要 你去勺些什麼東西 因為都有 那我們這個 五路財神所謂的五行 我們的食材是有哪種 主要食材 我們有五種食材 有黃的 有紅的 有綠的 有綠的 有黑的 有五種顏色 那五個顏色 我們中間要放一個 人家叫長年菜 長年菜 然後也叫黃地菜 那為什麼叫長年菜 因為它增長的時候它很長 所以要經過醃漬之後曬乾 然後把它保存很久 它可以放很久的東西 那 其實它這個 再處理當天 先要把它飛碎一下 就先泡水 泡水過 然後讓它的整個鹹污不見 它整個有嚼勁 這個市場 好像有麥現成 有 也有一些麥現成 有現成 然後我們就切差不多 四公分的長條狀 然後下去做一個 醃漬的東西 好 然後我們先把它切一下 那老師我想請問你一下 所謂的我們 所謂的流年 然後明年 是屬於 牛年對不對 2009年是屬牛的人的本命年 本命年 對 那所以在 牛年 那屬牛的就是一個吉祥物 比如說屬牛的 不管它個人的運氣如何 那它就是一個吉祥物 所以你看 牛年就有很多人 會賣什麼牛轉乾坤啊 什麼牛的一些市民 有關牛的一些市民白色都出來 那在明年有些什麼 我們現在以生肖來講 什麼生肖 是比較出運 喔 出運 這大家應該想要 對 我們今天呢 就來跟大家講前三名 前三名 前三名 出運的生肖 最好運的生肖 那我們講第三名好了 第三名 生肖屬雞的朋友 屬雞 屬雞的朋友在這個吉祥年 就是2009年了 剛好是 2009年是屬牛嘛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雞 這個生肖的朋友會很好 因為雞跟牛是呈現三合的格局 真的喔 所以如果屬雞的朋友 跟屬牛的朋友 比如說一起做生意 或者一起就是結婚 或者說是同學 就是很好的伴侶 或者很好的解惑的一個對象 我就這麼覺得 真的嗎 為什麼 我屬牛啦 我屬雞 蛤 真的 你這樣子講我心就 你知道嗎 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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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就是屬雞跟屬牛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他就是三合的組合 所以在牛年呢 這個屬雞的朋友 等就等於他得位了 他得到他該得的位 所以屬雞的朋友 在現在今年2008年 會有一些不得位的感覺 比如說該是你的 你沒有得到 該是你賺到的錢 你沒有賺到 那不一定是你拱手讓人 有時候就是說 別人的聲勢氣勢會比你強 你就會被壓過去 可是到了牛年 喔 不得了 就串頭 直通雲霄 哇 太好了 所以屬雞的朋友假設說 在2008年失業啦 被裁員 或者說你覺得運氣不太好 包括感情你都不要擔心 如果說2008年你的男朋友 背棄你或者不要你的話 那你應該說 謝謝再聯絡 因為在2009年你會出現更好 OK 現在是屬雞第三名 對 第三名 OK 那我們待會再來聊前兩位 好 那我們這個下來之後 我們把一些的 辛香料行碼下來 那因為吃素嘛 我們要有一些辣椒的襯托 然後再加一點薑 然後再加一點小黃瓜 增加它的口感 喔 才會脆脆涼涼的 對 這時候我就要麻煩李仁 因為李仁現在也很會做菜 我跟你講 做什麼呢 我就把這三個調料 把它調成中和 直接把它放進去就可以了 倒進去攪拌 對 倒進去攪拌 然後我們用了圓巴跟糖 還有一些的 全部放進去 對 全部放下去 沒有沒有 沒有放很多 就是差不多 對 三分之一就可以 好 OK OK 好 來 我們再糖放一半 對 然後麻油 先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再放麻油 好 先攪拌 然後麻油就可以全部下 讓它整個糖融化掉 這個是待會兒我們在拼盤上面的 上面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白色 對 一個白色 那我們事先 木形 對 木形 那我們現在要切這四樣的東西 我們把這四樣 我們也做了一個拼盤 來 直接倒進去就可以了 對 其實這樣子的味道其實它很清淡 可是它的口感很好 對 那鼠老鼠的朋友本來就是個桃花鼠 老鼠是個大桃花 這你不曉得 不曉得 鼠牛肯定不是大桃花 但現在我要慢慢的了解 因為我的小孩生出來應該會是老鼠 真的嗎 對 所以它鼠牛跟我的話是六合 六合耶 對 我跟我兒子應該是很合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切成一半 然後再過來我們把它切成片 好 差不多 這個口徑剛好一口可以下去 因為它這個整個食材都已經調理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排拼盤的一個方式 哇 這不容易耶 那個切的那個厚薄都一致 對 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拿刀就跟拿筆一樣 對 有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它的刀是不是很特別 沒有 為什麼它切的都可以這樣子 對 我們是素叉叉 素雞 對 素鮑魚子 對 鮑魚 沒錯 然後還有長年菜 切的重點還是以切薄為主 切好的薄為主 那剛好一個口徑這樣子的大小就可以 對 那我們一一的把它排上去 好 那老師我們現在再聊聊我們的 第二名 好 第二名是屬老鼠的朋友 老鼠 老鼠的朋友厲害了 是六合 跟 跟 你說跟 在牛年裡面它是六合 對 屬雞的朋友跟 比如說跟這個 屬牛的朋友是三合對不對 我們比如說 婚姻合 事業合 財運合 那比如說 六合又多了三合 人際關係合 健康合 感情合 那感情就不一定是男女朋友間的感情 有時候就我跟你是好朋友 我們的感情很好 我們的人際關係 對 那屬老鼠的朋友本來就是一個桃花鼠 老鼠是個大桃花 這你不曉得 不曉得 屬牛肯定不是大桃花 但現在我要慢慢的了解 因為我的小孩生出來應該會是老鼠 真的嗎 對 所以它屬牛跟我的話是六合 六合耶 對 我跟我兒子應該是很合對不對 對 真的 好開心 怎麼會這麼開心 真的 屬牛的這個老鼠 為什麼說在這個2009年生肖運 是可以一下子竄到第二名 其實在2008年它是倒數的 它為什麼一下子一夕之間翻紅 就是靠這個牛的這個流連 那就是說 因為我小孩剛勝出 他可能也沒有比較沒有 沒有謀生能力或是什麼 但是他可以把這個運過來給我對不對 他一出生他就帶財啊 會這樣嗎 對啊 一出生就帶財 不過他也是個大桃花 你也是要小心 他可能小學就跟你說 爸爸我交到女朋友 明天要來我們家可以嗎 就之類的 反正他就是人見人愛的大桃花 好 那所以老鼠的朋友呢 在這個2009年呢 財運就非常好 比如說你如果過去 有一些事業做得還不錯的 很多人都說 在2009年是要保守的 可是你是可以擴展的 是可以擴展的 不管這個景氣好不好 可以自產的 可以自產 對 可以擴展的 是可以結婚的 可以大力生小孩的 其實有些人 經濟不好啊 不敢生小孩啊 怕養不起啊 對 但是鼠老鼠的朋友 你怎麼樣生怎麼樣 天生天養 那要講第一名嗎 第一名我們壓軸 好不好 我們最後再講 我們先看看我們洛師傅 好 我們現在 在講的時候 我已經把鮑魚切了 鮑魚切片嘛 對 鮑魚切得很好看耶 然後就是把它切成薄片 然後整個把它拍 整齊就好了 然後直接裝在盤子裡面 所以我們那個甜湯 我們大概要煮過去 差不多有20分鐘 差不多要煮到20分鐘 如果家裡有電鍋的話 用電鍋一次水也可以 就一次水 對 一次水 十分鐘會爛嗎 因為它是糯米耶 對 會 因為我們已經泡過水了 泡過一個晚上 電鍋一次水是一杯 對 一杯 一杯水讓它去煮這樣就可以 沒錯 讓它水 讓它稍微 就是好像壓一次水下去 然後它整個跳起來就OK了 對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我們素的烏魚子 對 烏魚子 沒想到現在烏魚子都還有素的 對 而且它吃起來真的有那個QQ的 然後一顆一顆會彈牙的那個口感 顆粒 我們都吃得到 而且明年我們是守財年 對 明年是守財年 守財年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極醜年 就是2009年天干地支都是土 那中國人講有土司有財 所以在這個極醜年這一年呢 都是一個土 全部都是土的時候 所以所謂的守財 就是我們不要去亂花錢嗎 還是說把錢財守住 應該說它不只是守錢 就是它特別容易守財就是自產的意思 就是說你在這一年裡面呢 不管你的投資 或者你平常的理財 會比你往年 就是更容易守住你的錢財 我們在土年要怎麼辦呢 要多接近一種水的地方 多接近有水 金生利水的地方 那如果家裡我們也可以擺個流水的話 那也很好啊 就是你在你的家裡的玄關啊 進門的地方啊 有些人還會這樣 用個流水 那是日式的 那個賺的錢比較少喔 那用什麼樣賺得多 那個瀑布型的會賺得比較多 瀑布就比較多 對…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料理部分 好 那我們也是這樣子 一一的把它切好 然後我現在做一個裝飾 讓它好運更豐富 稍微裝飾一下就可以了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回到甜湯的部分 對 我們繼續 我們熬好了之後 這個拍好了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 這個好漂亮 而且我就可以聞到那個香味 其實現在蔬菜做得非常好 對 我們就把它拌一拌 直接把它放在中間就可以了 放在中間就可以了 你剛剛煮的過程都沒有攪拌 那這樣它不會沾鍋嗎 不會 因為我們剛開始在煮的時候有沸騰 有沸騰 對… 所以你夜煮的話 它會變成夜苦有沒有 你看 這樣子變成苦了 所以你如果要讓它苦一點的話 你可以煮得久一點 對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完全不會拔鍋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加上牛奶 牛奶把它加進來 它顏色整個滲透出來 好 再過來加一點點的糖進來 增加它的那個甜味 因為它本身味道不會說很濃 這樣子就可以了 陸師傅 擺這樣子 OK… 哇 漂亮… 我們收看我們節目 應該大部分都是常常在廚房活動 對… 廚房對我們這個運勢會不會有關係呢 當然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大家常常都會忽略廚房這個地方 認為只是一個人在裡面做菜的地方 其實廚房關係到一圈家人的財運 還有健康運 這麼重要 你到… 比如說我去看風水的時候 我去他家的廚房一看 我就知道他們家賺不賺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就知道他們家的人健不健康 如果他的廚房的那個通風不好 採光不好 就是衛生環境不好 然後垃圾不是每天清理的 然後那個他的檯面各方面 不是很感覺很乾淨很健康很衛生的 通常家裡的人常常會生病 因為本身這個… 病菌的來源 對… 因為我們吃的食物都是從這邊出來的 對… 那還有呢 廚房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柴庫的位置 對…柴庫 所以人家說柴不露白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人家一進門 就看到你家的廚房 尤其是看到爐罩 爐罩就是我們的柴庫 一進門看到爐罩 哎呀… 人家有多少錢都看一清二楚 那如果剛好沒有辦法 一進門我就會看到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變 擺個玄關 玄關或者是屏風 或者是由你用任何這個設計師的巧手 去幫你做一個修飾裝飾的動作 一定不要讓人家一進門一打開門 啊你家的廚房 你那個爐罩在那個地方 OK 那我們的甜湯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把它盛盤 當然可以再問我們這個 對… 因為剛跟老師一直聊 我們要整個做法 甜湯我們要用白糯米黑糯米 對… 泡殼夜24小時 沒錯… 泡完之後我們可以用那個 泡肉米的水直接去煮這個湯 對 那還要加什麼內容 蓮子 我們加上蓮子下去熬 蓮子 對 然後直接下去熬 熬到差不多20分鐘 然後等它整個讓它好像 感覺糊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加一些的牛奶 還有跟糖 然後糖融化了就可以了 OK 對 那如果大家去買蓮子的話 它有心要把它去掉 要不然它會苦 吃起來會苦苦的 那現在買到的都幾乎都幫你去好 幫你去好 對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有人說吃甜甜好過年 對 是不是 對 OK 大家就很好奇 那個第一名 到底是誰呢 到底是誰呢 現在不告訴我們 我們先試吃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誰到底是2009運勢最強的生巧 好 吃香 它是比較有彈性 可是它沒有那麼甜 如果要添再加重一點 我覺得這個甜度剛好 你太香味很濃 一下就會膩掉 對 有的喜歡吃甜的 那你就再加甜一點這樣 真的很好吃耶 很好吃 它果然有彈性 而且我一直在想20分鐘真的夠嗎 夠 因為我們拋過了 吃黑糯米對身體非常好 非常好 尤其是冬天 對 尤其是冬天 補血 補氣 補魂 對 補氣 聽說就是剛 懷孕 懷孕過 或是坐電子 老人啊 小孩 這個都不錯 身體比較虛的人 尤其女孩子如果冬天 手腳會冰冷 你自己要喝 你吃完當天晚上就有感覺 對 OK 真的 這個很好吃 對 觀眾朋友 一定不太想靠我們這樣吃 一定想知道明年 對 第一名運勢這個 最好的生肖是 是哪一個生肖 第一名 屬馬 馬 你屬什麼 我不是屬馬 但是你 看我的型就知道了 你姓洛 對 你應該是屬馬 我有一個馬 我有一個馬 馬克馬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你如果屬馬 或者說你的姓裡面 名字裡面有一個馬 馬字 比如說有什麼 有一個華 它就是一個馬 一個中華的華 那也是馬 哇 那你剛剛說 屬雞是三合 嗯 屬屬是六合 那屬馬 屬馬是紫薇隆德 就是一年裡面最好的吉星 這個流年就是風水輪流轉馬 2009年就剛好 落到了屬馬的風味 所以它是有一個紫薇星 那大家都知道紫薇星是帝王之星 所以不管是創造啊 發明啊 創業啊 發財 都是榜上第一名 好的 不得了 嗯 但是屬馬的人要注意什麼呢 要謙虛 嗯 人在運氣好的時候 有時候會不小心喔 對 它暢瘦了 對 它暢瘦了 對 你看這個 你看我就是好運怎麼辦 你怎麼辦 我就是這麼好運 對 人家很想打你 你知道嗎 對 對 只是因為你運氣太好 位高權重 人家不敢打你 對 那些小人多了嘛 對不對 可是在背後人家就會覺得說 對 其實不一定說小人 有時候每一個人一個念力 他希望你不好 你就下來了 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家人朋友 那麼的重要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就是說 像李仁剛剛講說 我可能錢都是花在家人 或者花在我家裡的人身上 因為當有一批人每天都說 希望他更好 希望他很好的時候 你就真的會更好 嗯 信心有多大加持的力量 就是會有那個念力的 對 我們先來吃吃這個 但是新來的念力就是要吃東西 對 要吃這個 會讓我們發財的無物財神素肥 我要吃李仁這個 對 拌的 拌的 為了吃這個 有沒有 好脆 好脆 對 所以老師剛剛有提到說 在神辯月裡面 我們吃素的話 我們這個福報會 吃一道素 也有一道素的功德 功德 所以不要小看說 我可能有吃到別的分的東西 可是我有一套素菜 是我誠心誠意要去吃它的 這就有了 足報 吃吃看在逢年過節的時候 我們不只大魚大肉 我們這個樹的話 其實對我們自己 這個樹平板 而且是五行的 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 水又生木 就是五行相生 一切促成一切 萬物為你效力 OK 今天為大家介紹了這個 三個明年運勢最好的生肖 明天呢我們就要為大家介紹 三個明年可能您必須得注意一點點的生肖 到底是哪個生肖呢 我們明天來為大家介紹 謝謝一樣老師 謝謝陸師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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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桂蓮生柴甜湯做法式 鍋中加入六分滿的水 約6000CC 加入浸泡12小時的白糯米 黑糯米 還有用水發泡成的蓮子煮滾 煮成粥後加入鮮奶油還有糖 就完成了紫桂蓮生柴甜湯了 五路財神素拼盤做法式 將洗淨浸泡3小時的皇帝菜切成段 然後放入液容器中 辣椒切成絲 將切成絲放入 接著入香菜 鹽 糖 香油 拌勻備用 然後將素薰蛾 素鮑魚 素魚卵 素叉燒切片排入盤中 皇帝菜排入盤中就完成了 五路財神素拼盤了 目前的故事 by bwd6